那 我们前面提过了 我们国中医院没有讲得很明白 但是我们上课提示过 胃能会跟某个守恒力有关 有重力所以有重力未能 有弹力所以有弹力未能 有个抵弹力在那边 所以抵抗重力就变成重力未能 抵抗弹力就变成弹力未能 所以重力未能是因为重力来 弹力未能是因为弹力来 这些观念在以前很简单的带过去 但是我们国中并没有讲得很清楚 为了要省掉一些麻烦 所以就吵吵的就带过去了 那 电位的就是因为电力作用所具有的 人叫做电位能 电力也是一个守恒力 所以呢 有重力有重力未能 有弹力有弹力未能 那有电力就有所谓的电位能 好电力作用所具有 但是它的 但是它的位置比较奇怪 它的位置不是用距离算的 因为算距离会出问题 好那这个平行电板有一个正电荷 做平行电板的原因是因为它内部的力的大小是固定的 好那这个正电荷它会放手 它就自动从B的正电跑到A这边了 好用以前的教法叫做 同性电相似 异性电相似 异性电相似 所以它就自动下去 那如果用能量上 你想就是什么意思 这个正电荷呢 在B点的位能 电位能比较大 它会自动跑到电位能比较低的A这一点上来 所以用电的想法叫做 同性电相似 异性电相似 用能量的想法是 我在正电荷在B点的 电位能大 在A的电位能小 所以它自动从高位能跑到低位 高位能跑到低位 这是正电 那如果改成复权倒过来 复权倒过来 它会自动从A跑到B 那么也一样 用电的想法叫做 同性电相似 异性电相似 异性电相似 用能量的想法叫做 它复电在A的电位能大 在B的电位能小 所以就发现 同样的位置 对正电或对复电而言 它的电位能大小是不一样的 对正电而言是电位能大 对复电而言是电位能小 所以电位能不能单纯 只看距离 一百距离一样没有用 能量大小还是不一样 所以它不需要转个方法来表达 好吗来表达 所以呢就是从我们交过的观念 你就知道 正电和在复电和 它在这里的哪一个电位能大 哪个电位能小 那如果是横的呢 如果是横的 横的话随便动都可以 随便动都可以 没有差别 那表示说在这个水平距离上 在图示的水平距离上 它的每一点的电位能都是一样 都是一样 然后大家就不需要 你有爱做工什么什么之类的 ok 那 这是我们交过的一件事 未能没有绝对的零点 我只能够说你从A点到B点 我做工了五交耳 表示你未能增加了五交耳 我能够晓得的是未能差 但是我不晓得你到底未能有多少 那我们会取一个地方当作零 那你我是零 那你比我多 多五 你就是五 多七 你就是七 那如果你比我少 变成负的 不是我少三 就负三之类的 所以我未能 没有绝对的零点 那我能够算的都是未能差 未能差 所以我刚才讲说 我们有个所谓的电位能差 电位能差 电位能差 电位差 我能够算的是一个差距 算的是一个差距 然后 我要找到零点 我才有个确实的数字 那我们以前教过 重力未能通常举最低点当作零点 你做实验的时候的最低点 当作零点 台语未能通常是举圆长当作零点 台语未能的零点 国中不讨论 台语未能的零点 国中不讨论 以下麻烦 我们不讨论 我们就吵吵带过去了 台语未能的零点 我们国中不交 反正那你观念上要有 叫做 未能没有绝对的大小 我能够算的都是未能差 我算都是未能差 然后 那我要定完一个零之后 我才能够有确实的数字 这就是 简单的跟各位介绍一些 大部分都是前面讲过的观念 提示一些新的事情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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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